7月5日16时许,湖南省岳阳市华融县团州苑洞庭湖一县堤防发生管涌险情。 17时48分许,紧急封堵失败后堤坝决堤,经初步勘测,决堤口宽度约10米。 记者到达现场后了解到,截至6日凌晨1时50分,溃口宽度已达到198米。 险情发生后,武警官兵、消防队员等救援力量从各方赶来驰援抢险工作, 对绝口附近被淹没的民房进行搜救,并在绝口处解困出数名船员。 据获救船员龙汝佳介绍,他的船队原本要去协助溃口填补工作, 未曾想水流过于湍急,船员们在受困四个半小时后获救。 我们那个位置水流相当级,我们在那个岛口的那里, 我也是在这里来救醒的,我是一个船,装着石头来抢醒的, 水之岛口太大红了,把我们吸进来了。 我们在那个岛口的位置相当危险,那个地方两边水很游很游。 洪水破滴后,当地迅速组织民众转移。 据了解,目前附近六村一社区需转移的5000名民众已全部安全转移。 今年57岁的村民谢桃香告诉记者,在收到决堤消息后, 他意识到自家平房即将被淹没,好在转移及时,家中物资仍有保留。 有人在打电话,在说这里就是穿着空,我们就快点跑回家去搬东西。 记者在决堤现场看到, 水利部门工作人员正用无人机搭载热红外相机实时监测绝口流速。 湖南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水文应急监测队队长谭云辉介绍, 目前绝口流速超过三米每秒, 决堤口仍在扩大,抢险形势十分远峻。 现在的流速比较大,所有的跟增措施都无法进行, 所以一定要等着这个流速比较小的时候, 至少小于一米每秒, 这时候就可以进行这个跟增了这个采取跟增措施来填这个斗口了。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斗口的流量要撤出来, 这个快口地形要撤出来。